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發現少年蹲坐在地 身上還有血跡 員警立刻先控制行動 再帶進超商追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場拉起封鎖線 因為超商門口血跡斑斑 還留下一隻被害人 掉在現場的拖鞋 可見當時打鬥過程有多激烈 就連路人都得繞道而行 警方也立刻出動見識小組 在現場進行拍照財政 這起超商案業砍人案 發生在十五號凌晨兩點多 有民眾報案 兩名男子先大吵一架 接著其中一人 就拿出玉藏刀蟹回刀砍人 他有在場 他有在場 因為他身上有血 對... 我們今天要釐清他 刀子 我問他他是還沒有講 原來被砍的林姓男子 兩年前欠下一筆 一萬五千元的債務 少年催債不成 乾脆在超商賭人 最後釀成砍人意外 還沒滿十八歲 警方刻意保護 給他蓋上外套 戴上警車 再回警局進行偵訊 少年在一時衝動下 石刀割傷 林嵐右手小臂 警救護人員現場 為林嵐包紮後 送醫救治 幸無大愛 所幸被害人 只有受到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但全程目睹過程的超商店員 肯定嚇出一身冷汗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